什么是分娩? 分娩是女人从女儿到母亲的角色转换的入门课程 通过这次入门考试 一名合格的哈萨克斯坦的母亲诞生了 什么是剖工产? 剖工产是一种在发生难产时 或可能发生难产时所采取的一种拯救生命的手段 而非很多人所想象的减轻痛苦的手段 养孩子所需要的责任心和忍耐力 远非生孩子时的痛苦能比拟 那将是一个长期而持续的过程 首先,细运告诉你 哈萨克斯坦是管婴儿的妈妈 准备分娩需要做那些心理准备 那 1. 参加孕妇学校陪训学习 获得妊娠期和分娩有关知识 也可以接触大众媒介 或向自己亲友学习这方面知识 2. 讲解有关分娩不适的应对技巧 可用示范及角色扮演等形式进行 3. 鼓励孕妇提出问题 并对错误概念加以纠正 4. 鼓励孕妇所说心中的焦虑 针对不同情况给予心理支持 5. 鼓励其丈夫及家属参与分娩准备过程 给予孕妇分娩信心 其次,哈萨克斯坦是管婴儿的妈妈 准备分娩需要做那些物品准备 1. 母亲物品的准备 准备足够的消毒卫生巾 选用合适的胸罩制托增大乳房 根据气候的冷暖准备数套替换衣服 要柔软、舒适、吸汗、厚薄适中 准备吸奶器 必要时借以吸空乳汁 防止乳腺炎发生 2. 新生儿物品准备 新生儿衣服应为柔软 宽大、舒适、便于穿脱的纯棉制品 要不应选用质地柔软 吸水性好、透气性好 以及便于洗涤和消毒的纯棉制品 婴儿的衣物易用无刺激的肥皂和清洁剂 还要准备婴儿包备 大小毛巾、尾嘴、爽身粉、体温剂 西运的哈萨克斯坦是管婴儿孕妇在待产室的时候会发现 明明有的孕妇比自己来得迟 但却比自己先生孩子 而自己进来得挺早 后面的都生完了 自己却还在待产室里 等着宫口开拳 今天西运的小编 告诉你如何提高哈萨克斯坦孕母生产的速度 第一 孕妇因素 一 孕妇骨盆大小 宝宝出生时 需要经过骨盆 骨盆的大小 决定了宝宝的头部是否能顺利通过 骨盆越宽 宝宝在产道的阻碍就越小 分娩就当对容易些 反之 若是妈妈骨盆窄 就会增加胎儿通过的难度 哈萨克斯坦 有经验的产妇和初产妇 初产妇由于首次生产 宫颈扩张速度慢 产程相对长一些 而经产妇因为生过一次孩子 进入产程后 子宫颈口扩张较快 阻力相对初产妇来说更小 所以整个产程所需的时间 相对于初产妇来说 相对更短些 二 产力 生孩子是个体力活 因而产力很重要 产力包括子宫收缩力 腹壁级及隔肌收缩力 钢体肌收缩力等三大项 简单来说就是 孕妇在生孩子的过程中 所有的力量就叫做产力 如果生孩子时 产力不足会直接影响分娩速度 产力不足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双胎 养水过于充足 子宫先天发育不良 胎位不正 以及运气饮食运动都有关 有经验的产妇 在临近预产期时 出现任何分娩征兆 都要尽快赶往医院代产 避免出现急产的情况 在代产的几个小时里 孕妈妈记得吃些高热量食物 补充能量 以免生产时没有力气 平时也可以适度锻炼 这样产力会更好 第二 哈萨克斯坦是管婴儿出生的胎儿因素 一 胎儿过重 孕妈妈怀孕后都会不停地补 补 补 生怕宝宝饿着了 殊不知这样会使体内营养过剩 导致胎儿过大 致使分娩时出现困难 孕妈妈在怀孕期间要控制饮食 控制体重 体重增加过多 不仅容易出现各种并发症 而且胎宝宝体重也大 这样就会给分娩增加难度 二 胎位 我们知道胎儿的头部是身体最大且最硬的部位 当头位时 胎儿头朝下 小屁屁朝上 四肢自然弯曲 分娩时 借助子宫收缩的压力 胎儿的头部会最先进入妈妈的骨盆里 头先出来了 身体很快也能免出 但当臀位时 就意味着宝宝的屁股或腿部先出来 头部没有出来 会增加分娩难度 直接影响分娩速度 横位也是一个道理 孕妈们生孩子时 千万不要过度紧张 放松心态 听从医生指挥 生的可能会更快一些哦 这也有松心态 希望атель健康